Ryo聊世紀 天氣榮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梯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果子的數字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遊俠也是血量最多的遊俠 我們192遊俠就是出自於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後期主要搭配是 搭配奇兵、火槍、火砲 還有192遊俠作為主力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從黑暗3開始就會增加5% 到地獄時代是非常快的 波斯人他的經濟加成是非常可怕的 後期可以轉出大量的戰項 進行轉兵 這個戰項現在來說是必要出的東西 而不是BM的 波斯人他也是擁有遊俠的文明 而且他還有波斯弓兵可以使用 波斯弓兵的特色就是不需要黃金 可以產生奴兵 到了地獄時代他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強奴的三級 所以算是堪用 還是比戰毛兵好用力多 好用一些了 因為畢竟戰毛兵是沒有辦法打黃金兵的 但是奴兵是稍微可以打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 這場對決是丹尼爾對上馬姑姑 馬姑姑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選手 但他最近好像狀況不太好 所以我已經把他從我的心目中有潛力的年輕選手裡面 給移除白浪 但他還是很強 希望他可以再來更努力一點 他可能最近有點在玩其他遊戲也受不定 不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年輕的馬姑姑 會怎麼來打法蘭克人 馬姑姑好像跟天空熊年紀差不多的樣子 如果知道馬姑姑年紀的人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一處 補充一下 那這邊看到的配置是三隻村民伐木 然後果子一樣補到四個人 法蘭克這邊也是三個人吃果 然後木頭也是補到了三個人 果子只有三個人是蠻意外的 可能這邊是推路推得很順利嗎 不是 還是要補到四個人 那吃果子就是一樣吃四個人 都不會有其他特別的配置 有時候我玩法蘭克我會喜歡補到五個人吃果 可以吃得更快一點 讓待會馬爆壓力會更小一些 那些果子是熬進吃完喔 前面的防守壓力也會小一點 這是我個人見解啊 當然四個人吃果是一定要的 不是一定要的 那就是標準配置 好 那這邊吃完豬肉之後 馬上開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八人再加一個 九人十人 十人伐木配置 好 這一村可能會繼續蓋東西喔 不會回去了 好 這邊繼續補下非常多的 好 弱勒 應該少打馬吧 沒意外的話 波斯這邊也很適合打馬開局 好 兩邊都是馬舊開局 這邊想要讓對手不能下馬舊 唉唷 這邊馬舊舊好鬧啊 但是年輕的玩家 都可以用這個手術去袖對手 讓對手的馬就很難蓋下去 好 那馬舊舊已經知道對方是出馬了 按下了一隻槍兵開始防守 那這邊防守重點 就是要先防守這邊蓋圍牆的村民們 那走路的地方比較難圍 可能待會要大圍一波 或是直接要往下圍到底 但怎麼看都是圍到底會更划算一點 地圖的使用面積會更好 好 右邊補了一個房子 卡卡人口 最近有收到一些留言喔 就是會說 這個圍牆到底要蓋房子還是要蓋木牆 我是建議蓋木牆就好了 雖然房子可以增加人口 而且也可以當圍牆用 但確定就是蓋的時間太長了 而且花的木材也比木牆還要多 你房子蓋太多 會讓你前期撒農田的速度會再更慢一點點 所以會比較建議 還是用去木牆當作圍牆來用 而不是全部都用房子去圍 因為圍的時間太長了 再以天梯來說是這樣子 當然打AI要怎麼圍 就看你自己喜歡 打AI就隨便圍 好 那天梯來說的話 還是建議木牆 木牆圍中 好 上方這隻村民可能被收掉 哇 馬姑姑 雖然手速很快 但是丹尼爾是擁有更多實戰經驗的男人 他也是法國第一人 法國最強玩家 好 這邊互打 兩邊血量已經差不多少了 這邊小打小鬧 沒想到打得這麼兇 稍微減速看一下兩邊的細節操作 好 這邊果子吃完了 大概15分鐘吃完這個時間點 可以把這些挖 吃果子的村民拿去挖金塊 但是他這邊已經補金了 這邊稍微先補木頭也OK 那這邊補木頭的話會有點爆木喔 除非他這邊這四隻村民還要再去撒農田了 當然就撒到了20片田以上 是覺得有點太多了 趕快去補黃金會更好 但他這邊點了一攻 那就不會有多的問題了 如果點一攻的話那就是不嫌多了 趕快繼續補農田 一直補一隻手 把這個農田全部補起來 波斯這邊稍微圍一下 哎呦 想要控一下這隻肉馬的回家路徑 好 完事往左邊圍到底 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跟槍兵肉馬 好 法蘭克這邊高達第一回頭擊殺掉了一隻肉馬 再回頭打了一下 後面一隻槍兵直接戳到法蘭克的肉馬 法蘭克的肉馬直接被戳到殘血 結果丹田怎麼打出了GG 突然說什麼來lag 結果這樣打一打突然又沒了 又繼續打了 他們在講了什麼有點看不太懂 沒有關係 兩邊還是繼續打下去 剛剛雖然打GG但並沒有真的GG 好 沒意外的話 兩邊都要來升到城堡斯袋了 法蘭克這邊點下城堡斯袋兩分半 差距大概一分鐘 左邊這裡要圍到底嗎 這裡有洞嗎 看起來沒有 這個有一個木頭在這裡 好 右邊 再看哪裡有木牆就打哪裡 殘寶斯袋 一升上去應該會先轉個駱駝 或騎士 波斯他是擁有重裝駱駝跟遊俠的文明 所以先補駱駝是正確的選擇 那現在肉馬有三隻的情況下 也可以考慮要不要轉輕騎兵 駱駝配輕騎兵這個打法 是要來針對對方的凡克森旅 那對方出騎士的話 就跟駱駝稍微反制 那駱駝這個單位打騎士 到底是不是優勢喔 我只能說是 是六四開喔 對方騎士還有四成的勝率 就只要是因為駱駝的本身 防律太低了 你數量不夠多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被對方騎士暴船打贏的 跟你沒有辦法說 一定用少量的駱駝 就可以打贏大量的騎士了 這其實有點 有點困難 好 防禦克這邊是3TC開龍 好 看起來兩邊沒有要開戰 補下了一個二級龍跟伐木技術 二級木 好 分動技術也補下了 這三隻肉嘛 稍微繞一下 但沒有看到僧侶 僧侶是補在左邊的這個位置 而且他的僧侶也是先放到修道院喔 算是小小的細節 下方這個 星騎兵已經升級上去了 但波斯這裡並有升級星騎兵 而是占助在3TC開龍 這件城堡時代的波斯工作效率實在是太快了 好像城堡時代是15% 15%再補一個就等於是5TC的效率了 將近4TC將近5TC的效率 所以波斯這邊肉類會非常需要 因為你這個村民生產太快了 會一直按村民 在這裡可以明顯看到 波斯現在的村民術領先凡克人 現在領先10村了 跟波斯開龍是一個很不明智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能稍微騷擾對方以下 或是撿到更多生物的話 還稍微能打 千萬不能存農 存農的話很容易會落後於對手 除非波斯這邊有少來吃 送了一波大丸的 那就另當別論 這邊肉麻解決掉這隻生鯉魚 現在只撿到了一個聖物 兩邊打一個非常農的開局 法蘭克點下了重裝長槍兵跟前程科技 前程科技現在是有抗招響的能力 但是這個抗招響就是稍微小抗一下 但是頂尖選手們還是會去點一下 讓自己的肉麻或是騎士 更難招響一點點 不小補啦 我覺得這次是世紀力國一個很好的改動 不然生鯉招響實在是太強大了 上方的肉麻被處理掉 駱駝也是吃掉 但是法蘭克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就是要來針對對方的駱駝 波斯這邊經典下了帝王時代 經濟優勢現在來到了十五村 3TC繼續運轉 法蘭克這裡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還想要繼續農 這邊生鯉招響一下 駱駝繼續拉走 往前推 這邊推進的墓地是要去撿聖物 希望可以把這個聖物拿到手 而不是要來攻擊波斯加里 波斯這邊看到恩果然是來撿聖物的 那會讓他秤心如意嗎 唉唷 結果這裡好像操作失誤 被招響掉了一隻駱駝 下方補了一根城堡 洞裝長槍兵戳掉了幾隻清奇兵 把這個聖物搬回家應該問題不大 這時候波斯補下了化學 而且也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但是還是要防一個對方馬爆的一個路線 那波斯打擊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期在短遊俠或是重裝駱駝 也是可以很好反制法蘭克人 但法蘭克人實質上 具上這個對局來說 是對他非常不利的 除非要轉直伏兵或火槍 去打這個長槍兵 或是直接用槍兵跟對方互說 都是一種選擇 但不管怎麼說 都還是要等出 比波斯更好的資源 經濟資源才有可能反擊回去 然後這個時間點 波斯已經來到了137村 說明書遠遠領先20村 好 經濟優勢實在太好 馬姑姑直接在臉上蓋了一個臉上寶 開始進行強攻 好 再看一下他這邊的一個細微操作 轉出了火砲火槍 反而靠這邊是補下了騎士精神 配上重裝騎士 看來是想要打馬爆 後面騎士囤了一些18隻 18隻升級完了變成重裝騎士 那參暴時代的法蘭克人 重裝騎士是有144滴血 比一般的重裝騎士多了4滴血 算爛了 多4滴 這個優勢蠻巨大的 好 法蘭克人這邊補下了遊俠升級 術生遊俠 波斯這邊則是繼續轉出了槍兵 疾兵也補了上去 前線還補了射箭場 那家裡要不要上個大石牆 喔有 有上大石牆喔 馬姑姑這邊有意識到 這邊全部往前推 就是害怕自己家裡出了漏洞而已 好 再去轉出了波斯戰項囉 那現在出戰項 絕對不是BM喔 戰項CP值夠高 造價便宜 生產又快 而且工程 打對方建築物傷害也高 打敵方單位也很痛 打遊俠的效果更是 更是很有效果 好 後方這裡圍一下 想要讓自己的巨型投擲機 不要被衝擊到 但是這裡還是有個洞阿 哇 有洞鑽了進去 直接開始輸出 後面這一台巨型投擲機 開始還是被收掉了 上方的戰項直接攻城 想要把上方的承受器給點掉 後面要不要補個修道院 來招搶戰項呢 前方的遊俠 遊俠還沒升級好 還有5秒 槍兵大量戳掉了重裝騎士 但這時候遊俠突然升級的上去 血量來到192滴血 波斯戰項最麻煩的是 他是全範圍的擴散傷害喔 即使是打這個 建築物死喔 遊俠的血量也會慢慢往下掉 戰項就是這麼的無形 非常好用 好 法蘭克爾這邊是補了非常多的遊俠 到錢費 到前線印卡了波斯的擊兵 這個擊兵直接被收光 這邊火槍出的數量有點多 20幾隻 好 又有幾坨戰項過來 法蘭克爾這裡並沒有補下生率 想要直接用遊俠去守屍 這邊遊俠三攻三反還沒有提升完畢 波斯這邊是慢慢提升了 步兵的移動速度還有攻擊力 防禦也沒有提升上去 兩邊都是速提升 這個單位的升級 攻防都還沒有升級上去 法蘭克爾這邊補下了二級馬凱 戰項繼續往前 好 30隻的遊俠 補個一發 右邊繼續圍 好 完了 前面補一下 OK 補住遊俠的屈辱 這一波遊俠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這時候二級馬凱才剛剛要升級好 但前方已經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跟波斯這邊對保一下 法蘭克爾繼續用遊俠進攻當中 好 家裡的陣線問題沒有馬上解決 好 這裡有四隻遊俠開始圖存 好 終於找到缺口了 這個缺口趕快補起來 這邊有大石牆應該還可以撐一陣子 好 這裡疾兵加上槍兵數量很多 要不要直接衝過去 戳掉這一台巨型投石機呢 我覺得可以耶 直接上前硬戳吧 好 波斯這邊聰明書開始下降了 只剩下124吋 法蘭克爾這邊反而是150吋戰術 開始使用經濟交換戰術 這個也是我比較推薦大家去學的一招 150吋的優點 就是你前線的部隊 全部死完之後馬上可以補 而且就算沒有死完 你控名控的很好 也可以累積你的資產 這個木頭跟黃金啊 或是木頭 可以繼續累加下去 待會對方幫你屠存 聰明數減少之後 你就可以爆出更大量的單位 直接一波把對方反推帶走 這是150吋的很好的優缺點 缺點就是你150吋的時候 前線的部隊可能看起來會有點少 但是像法蘭克這種文明 單位很貴但是卻很強的文明 就會很好用 例如這個貴族鐵騎啊 或者是 蒙古圖祭啊 之類的 都很適合打這個150吋戰術 就要用龐大的經濟去支撐自己強力的這個昂貴單位 好那馬國古這一波的槍兵跟吉利兵一直在這個地方 眼睜睜看著自己什麼被打掉 這一波吉利兵跟槍兵不知道在幹嘛 也沒有回救 結果被尤俠 你覺得尤俠後面逼第一波 偷家偷的很開心 好終於受不了了嗎 這邊在等火炮 感覺上前用吉兵搓一搓就可以搞定了 這些劇情投資 這邊已經等到自己被打出一個破口 後面的經濟已經開始被 被衝爛了 這裡的遊俠衝得很開心 波斯這邊只剩下77村 當然馬古古還是太年輕了 丹尼爾這邊直接用遊俠衝爛的後方經濟 這裡終於要用吉兵往前衝了 丹尼爾 村民數也開始下降一點點 但是問題不大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好像問題 下降一點村民 就可以爆出更多遊俠往前衝 現在波斯只用槍兵有點解不太掉 192遊俠的傷害了 好這一波衝了上去戳掉一些遊俠 往後拉走 法蘭克並沒有轉出火槍 繼續走到城堡下方避難 但是馬古古已經打出了GG 哇這一波波斯本來前壓前壓得非常好 但這戳兵在這邊 巡邏不知道巡邏多久 不知道是要防什麼東西 可能是要守護這塊附金 然後大會想要來往前壓 但他沒有想到法蘭克這名士 完全屌都不屌他這一坨兵 一直往家裡衝啊 家裡完全沒有防備 而且槍兵補的數量非常少 也沒有城堡在家裡防守 村民也沒地方可以躲 長時間村民也沒有放出來工作 造成自己的經濟直接一夕之間崩塌下去了 雖然村民術PRO是前期一直有20吋的領先 但後面丹尼爾直接一波 192遊俠直接把對方帶走 這招在爬天梯我覺得是相當好用的 如果人家壓到你臉上 如果你是遊俠國的話 千萬不要跟他打正面 直接逼地他家 讓他慢慢推你家就行了 那你會說那個家裡怎麼辦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蓋一根堡 稍微跟他對指一下 看可以拖多久時間就拖多久 正面的部分 就稍微用一些火槍啊 防守一下對方的槍兵 或轉火炮 攻擊對方的軍心頭11 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法蘭克拿到6萬資源 PRO是5萬6 大概輸了3萬5的資源而已 軍事方面則是法蘭克拿到1.64的KD 這192遊俠 直接比例要擋住 真是蠻困難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